2021年6月24日 宇宙心灵导师 创造简史 传导 Joe Amidani 2016年7月26日传导 译者 扬声传导 上帝之力有著很多名称 这种力量在所有行星上的所有存有都知道 都有著不同的名字 你们用来称呼上帝之力的名字并不重要 在这则信息中 我们会把它称为上帝之力或最初造物主 上帝之力不分性别 它就是全部 所有物质存在都是上帝之力的一部分 只是对这种联系有不同程度的认识 一开始只存在最初造物主 最初造物主一直都在知晓 不断成长 扩展 不断变化 质疑 思考和存在 在某个时候 最初造物主开始思考一个想法 最初造物主一直存在 最初造物主的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疑问导致了成长和变化 最初造物主开始对他的存在和开始有疑问 这导致决定进一步扩展以提高成长和学习潜力 为了最好的做到这一点 最初造物主决定分成许多部分 每个部分都会与最初造物主保持连接 每个部分都会与最初造物主进行充分的沟通 同时 每个新部分都可以完全自由地成长和探索任何吸引他的道路 这会让最初造物主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和学习 因为每个部分都是独立的 但又是一 每个部分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会及时返回到最初造物主 当这个部分完成了他想要学习和体验的所有内容时 每个部分都被称为超灵 既然每个人都是上帝之力的一部分 那么只要保持与上帝之力的联系 就拥有创造的能力和力量 最初造物主开始分离他自己的各个部分 他们充满爱和喜悦 人们对可以获得的各种知识和经验抱有极大的期望和兴奋 最初造物主的所有领域都形成了新的部分 因为最初造物主内有许多活动 问题和能量类型的变化 这些最初创造的是群体能量 或称为超灵的大能量部分 有着很多超灵 每个人最终都会发展成许多个体灵魂 或在能量、兴趣和存在方面相似的灵魂 由彼此最接近的能量创造的部分 或个体灵魂当然是最相似的 即使在超灵中也是如此 超灵团体倾向于 由在他们想要学习的东西上相似的个体灵魂 以及他们想学习的方式组成 起初就只存在超灵 他们了解到他们能够独立思考 能够与最初造物主沟通 并在超灵中与其他超灵交流 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有能力运动和改变 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创造思维形态 并对其进行实验 这是一种学习方法 最初造物主决定创造物质生命和物质形态 让上帝之力能量的所有部分都有新的体验和成长水平 最初造物主决定创造12个宇宙 创造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让超灵去这些地方学习 成长和获得许多体验 每个宇宙都会有一个特别的重点 以创造某种类型的知识 超灵们可以自由地前往最吸引他们的宇宙 在那里他们可以共同创造任何吸引他们的物理形态 他们可以学习和体验他们想要的一切 每个宇宙都会存在 直到每个超灵或每个超灵的个体灵魂部分 都学习并体验了他在那个宇宙中想要学习的一切 当那个宇宙中的所有人都经历并完成了所有知识时 他会返回到最初造物主 然后最初造物主将拥有这个宇宙中包含的所有知识 12个宇宙是由最初造物主创造的 在你们目前存在的时间点上 一个宇宙已经完成并返回到最初造物主了 这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宇宙 因为第一个创造是第一个完成的 我们现在会关注的宇宙是你们所居住的宇宙 它被称为第四宇宙 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宇宙 这意味着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在一个自由意志的宇宙中 没有判断 没有好 没有坏 一切都是体验 一切都是学习 最初造物主没有对这个宇宙中的人 施加任何规则或限制 当超灵被吸引到他们最感兴趣的宇宙时 许多超灵发现自己被吸引到了同一个宇宙中的同一个区域 他们决定一起工作 一起学习创造 这就是你们宇宙中形成的行星和恒星系统的数量 在最初造物主的帮助和它的加持下 形成了许多行星 在这些行星上 随后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生命形态 当超灵学会创造时 一些事情开始发生 超灵开始更多的作为个体能量行动 思考和存在 在群体能量中 而不是作为群体能量 这些超灵的一部分 个体灵魂 开始高度评价自己 不是作为最初造物主的一部分 而是优于最初造物主 有些人对自己的创造能力过于自豪 并让自己失去了与最初造物主的联系的认识 这些开始与超灵分离成为个体存在 他们开始疏远与最初造物主的联系 有些人有一时的决定 他们可以独自学习更多 而无需与超灵联系 这些变成了个体灵魂 并发现自己在失去与最初造物主的联系时 发生了变化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创造生命的能力 他们开始忘记他们曾经拥有的能力 并被他们所创造或帮助创造的行星所吸引 他们中的许多人居住在他们帮助在这些行星上 创造的一些生命形态中 随着生命形态在许多不同的星球上被创造出来 许多超灵开始自己尝试物质生活 这需要把能量分离成单独的灵性能量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物理现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更像是身体 而不是灵性上的自我 这一切都是被允许和鼓励的 因为一切都是成长和体验 其他超灵与最初造物主保持密切联系 并继续以非常高的频率创造美丽的行星和生命形态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 产生了种类繁多的行星和许多类型的生命形态 大多数超灵在他们发展的某个时刻 选择从物质生活和所有可以通过物质生活学到的东西中进行实验和学习 随着你们宇宙中的许多行星和星系被创造出来 最初造物主看住超灵的创造和发展 很明显 很多体验和成长是通过身体经验迅速发生的 有了这些知识 最初造物主决定开始一个特殊的项目 最初造物主从宇宙的各个区域中选出了一群超灵 如果分离成单独的灵魂部分已经发生 这些超灵中的每一个的代表都被召唤来帮助这个项目 但与最初造物主的联系仍然存在 对于那些尚未分离的超灵会被选为帮助这个项目的灵魂 整个超灵能量都被调用 从这些选定的能量中 最初造物主要求创造一个非常特殊的星球 这个星球会是非常美丽和多样的 整个宇宙中每个星球上创造的生命形态的DNA样本 将被带到这个星球上 以创造类似的生命形态 这些生命形态都会存在于一个星球上 这颗行星被称为Terra 后来它成为了地球 它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来自这个宇宙和其他宇宙的超灵 灵魂都可以访问 它类似于你们现在所知的图书馆 一个活生生的图书馆 一个灵魂可以访问这个星球 观察生命形态 选择一个生命形态去体验 然后进入物理形态 体验可以根据需要或长或短 当生命形态被体验后 可以选择另一个来体验 因此 你们可以体验成为青蛙 猫 大象或树 并了解每个存有的现实情况 你们随时可以离开 也可以随时返回 人类形态被设计为地球的看护者 它们也将被灵魂使用 以允许短暂体验这种形态 一种特殊类型的小我被创造出来 它将负责人类形态的身体功能和生命支持 当来访的灵魂不使用人类形态时 小我将负责照顾人类形态和地球 当被灵魂访问时 小我要继续维持身体 但要让灵魂控制一切 所有生命形态都被计划为和平共处 一切都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 许多超龄和访客变得非常注迷 预遇这个星球上的物质生命 可供体验的各种物质形态 以及行星不同区域可用的各种物理地形和环境 它们开始忘记它们可以离开肉体 或者选择不离开 更多的开始停留在形态上 尤其是人类形态 它们非常受欢迎 许多人开始忘记它们与上帝之力的联系 并开始认为自己是地球人 还有其他计划外的考虑 由于地球上发生了种类繁多的生命形态和创造 因此有着大量可自由使用的创造能量或宇宙生命力 因此它成为许多游客前来工作 并发展它们的创造技能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许多原始生命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仅是身体上的 而且它们最初被赋予以允许它们和平共处的能量 也通过对游客的实验而发生了变化 在被创造时 Terra是第九维度的 频率比宇宙中的许多行星都要高 这是因为这个星球的初衷是保持纯粹的学习中心 让所有人共享 由于其原始目的 所有物理形态都被创造为永恒的 不需要生命周期 随住生命形态发生变化 例如对形态的精神依恋 以及它们缺乏离开星球的意愿 星球的频率降低了 行星的计划根据需要改变了 这意味着做出了决定 让这颗行星成为物质生活体验和生命周期体验的星球 名称从Terra改为了地球 频率降低到了第六维度 随住时间的推移 由于随之而来的许多变化 它最终进入了更低的第三维度 在第一次降低频率时 添加了许多其他更改 增加了生命周期和轮回周期 以提供更多体验 人们认为通过已经在宇宙其他行星上使用的轮回循环 会发生更大的增长 人们认为通过这个循环 最终与上帝之力重新联系的可能性更大 也让其他人有更多机会参与地球上的可用体验中 睡眠 生存所需的食物摄入 男性和女性性别的创造 通过性交的繁殖 分娩和死亡经历都在其中 对于那些以前没有以这些方式进化的人来说 更高自我的创造 灵性指导的增加和多维性的使用也发生了 那些以前在其他星球上体验过物质生活的人 已经开始与更高的自我 灵性指导和多维度一起工作 有很多人还没有开始在这个层面上体验 因为这些补充已经完成了 在这些变化之后 大量来自其他星球的存有 开始来到地球形成定居点 大多数人是为了研究和探索创造能力 或者是为了了解正在发展的地球人 有些人有机会影响新地球的发展 这在地球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持续 这些外在能量 基因结构和这些增加的影响 带来的变化的添加 以及随后会影响地球和生活 在它身上的存有的各种各样的行星教义和文化 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初的计划被允许更改 并且通过允许所有相关人员 进行自由意志探索 观察地球 以了解会发生什么样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